当地时间1月28日 由上亿国际和加华义工联合主办 雪燕传媒承办 VYAS青少年互助协会和丰泰超市共同赞助的 第二届加拿大青年文创节 在加拿大温哥华三角洲的Towardson Mills购物中心圆满举办 此次活动得到了加拿大三级政府 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的全力支持 我们今年也是第二届举办我们加拿大青年文创节 那在以前其实我也参加过非常多社区的活动 我能够感受得到 其实属于我们青年人的活动是非常少的 然后我们第二届举办这个活动 在Towardson Mills这个多元文化 然后多元民族的人融合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是更好的可以宣扬我们亚裔的文化 我们华人的文化在这个地方 毕竟我们华人在温哥华地区还算是群体蛮大的 所以我们把中华文化带到加拿大来 带到温哥华来很好 因为有可能的话 我们这个规模会越做越大 因为青年文创节毕竟我们是发起番 接下来会越来越好 对吧 我也希望我们华人在整个海外也会越来越好 这种文化用一种新的方式展现出来 赋予它一种更好的一种活力 我觉得这就是青年文创节它的意义所在 我会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参加 其实中国文化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值得分享 我们希望很多不同的族裔再把它一些歧视不同的思想放开 跟我们中国文化交流 互相学习互相保守互相教导 这样才能互相成长 看到多元化的朋友们一起来参加 带我们的主办方做得很成功 他们不只在我们华人圈里的宣传 也在不同圈里的宣传 也让我们不同的朋友们更能体谅更能学习更能欣赏 我们中国文化可以分享的地方 其实呢我们对于我们本身是华人 其实传播中华文化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希望和当地的人打成一片 让他们因为通过文化来了解我们 我们才能更好的生活 共同来建设我们美好的加拿大一个和谐的社会 我们唱歌非常非常好 因为就是鼓励年轻人创业嘛 就是怎么样到理财啊 让他年轻人学习 自己怎么去创业啊 支持这个社区发展啊 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好 跟对这个社区非常大的贡献 我觉得华人对中国文化来说 就是更多是一种就是继承和推广吧 就是把我们在祖国的这种 就是文化带到这边来 就让更多人感觉就是家的感觉吧 就是创造一种更多的一种归属感吧 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一次不错的活动 刚好能带动年轻人来多参加 文化和才艺的表演 然后带动这个社区和这个帽的能流量 觉得是不错 是一个不错的活动 自闭心的孩子是应该得到我们全社会的这个关心和关注 现在的年轻人有这样的视野是很好的 只有大家来关心这个社会 特别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最后还是会更好地关注我们社区 关注到我们每个人 我觉得这个是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 这次活动呢是主办方要请我们跟他们一起做 然后同时我们有跟主办方一起组织了一个手工房 叫手拉手青年互助手工房 专门是帮助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 他们一起去在联合做沟通交流 同时一起做手工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活动对我们的孩子也好 对普通的孩子也好 都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也对于我们这次团队 包括我们的义工团队 还有我们的媒体团队 你们为温哥华 为加拿大所做出的卓越的贡献 这个活动的最主要的意义呢 在于就是我们的年轻人 这个能够用你们的才华 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社区 和我们的这个加拿大的社会 能够回馈给这个社区 加拿大青年文创节 有一群充满热情和梦想的亚裔青年 共同创办 目的是提升年轻一代文化创意 及衍生品的关注和认可 活动主要内容包括 文化展示 创意市集 文艺演出 除了各展位上创意精致的文创作品 也有民族服饰秀 穿剧变脸 原创中文歌曲演唱和民族舞蹈等一系列 展现中华文化的精彩节目 吸引了当地多族裔的观众 驻族欣赏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文创节还特别注重社会责任 通过举办慈善义脉和捐赠活动 以关爱自闭症儿童 展现了社会的温暖与关怀 以及中华文化深植于新的传统美德 本次文创节的成功举办 不仅为人们带来了一场文化的盛宴 也见证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